一早天刚亮五架F16B从总统组上方呼啸而过 发出了音爆声气势磅礴 最后由雷虎小组压轴盆叶登场 前半张的快速机分裂式画面稍纵即逝 时间往回推一些这画面令人肃然起敬 早上七点多七架黑鹰直升机半飞 其中两架CH4拐运输直升机吊挂了巨幅国旗 由北往南出现缓缓通过总统府前广场上空 这巨幅国旗长12公尺宽8公尺 由散衣材质来强化缝制 而且更要考验驾驶技术 需要与前机保持精确的距离 避免国旗受尾流而影响缩卷在一起 另外今年因为疫情关系 往年可以开放民众观看彩排活动取消了 但别担心有航空迷不藏私 把赏机热点抱你之 10月10号国旗日 当天如果民众想要以赌军机起飞的风采 可以来到台北市松山机场附近的制高点 移探救济 另外还有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台北市的原山河滨公园 可以看到现场是几乎没有遮蔽物的 到时候民众10月10号当天来到这边 就有机会可以看到巨幅国旗在台北上空飘扬 此次国庆空中操演 想一窥悬翼机快速机分裂式的英姿 可以提前掌握行进路线的中段卡位等飞机到来 7号还有一场预演 同样是全兵力冲场 在早上7点左右 8号也会有三军仪队和宪兵快返连 下午同样有最后一次的战机冲场 从往年的路线判断 可能会沿着中山北路上空前进 最终面对总统府 由右往左通过警服门上空 想一睹国旗漂亮的画面 也别再错过了 因为最后掌握到台北走到 这一天高手